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sachs 李宗盛 评委 君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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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對 我會用當個夾子自己撿 你有把自己撿到流血對不對 有一次 你臉上有個 鼻子上面的發痕不止一格 真的喔 對啊 我有一次鼻頭流血 你會覺得粉刺是一直淵淵不覺長的東西嗎 對啊 剛剛你看到我臉上有粉刺嗎 沒有 對啊 所以粉刺啊 它的主要結構體就是皮質 你的臉如果不出油 你沒有機會長 或是你不使用彩妝 沒有油脂類的東西 你就沒機會長 對啊 然後多敷臉 它可以讓你的毛孔 就是縮小 然後也會強化你皮膚的代謝力 我們的皮膚生長方式啊 它就跟我們長指甲一樣 它會游一下往上長 我不是有跟你看那個影片 嗯 有 對 它游一下往上長 然後它 你如果長出來的皮膚是健康是好的 它可以把你現在卡在毛孔裡面不健康這些 全部推出來 對啊 因為其實粉刺它不是源源不絕一直長的東西 你沒有保持清潔它才會有機會長 對啊 嗯 然後毛孔裡面如果沒有長粉刺 我們皮膚他天真有彈性嗎 他就會縮起來 我就會像你剛摸到我的臉這樣 你知道我一天洗臉要洗大概幾次嗎 幾次 大概六七次 這麼多次 因為我很喜歡吃高熱量的東西 所以我都胖胖的 吃出來了 我是最近只有糖又變得稍微截肢一點 真的喔 因為我以前吃東西沒有在截肢 你只是朋友講說清粉刺不痛就來了 還有看到他皮膚變好 對啊 所以他有跟你講在我們這邊我們會分享一些專業姿勢給你嗎 有 有 他說不要像不可以化妝 對 像你剛看我的膚況也覺得我需要上妝嗎 對啊 對啊 就是你真的要有很重要的場合 你真的就是畫個眉毛然後塗個口紅就有妝感了 對啊 我也想要這樣子 可以啊 你可以的 我就是上次吃飯看他的皮膚 我還問他有沒有化妝怎麼樣 對啊 對啊 我們皮膚他健身具有再生能力啊 對啊 你好好照顧他 他就會很健康的回報給你 嗯 嗯 接著 嗯 嗯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